新冠肺炎疫情进入总工阶段 随着对新冠病毒了解的深入 多位一线战役专家呼吁 利用康复病人恢复期血浆中的抗体 进行血清治疗 2月14日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段凯 接受中心社专访时介绍 一位捐献者的血浆平均可供2至3位病患使用 就利用它 恢复的患者体中就有高浓度的 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国抗体 那么将这种血浆输入到我们重症病人身上 能够迅速地把患者身上的重症 尤其是重症患者身上的体内的这种病毒 可以迅速地综合清除 面对新冠肺炎轻重患者 采取不同血浆输入剂量 目前均取得不错疗效 至于后续是否需要增大剂量 注射了一次后 需要间隔多久再二次注射 段凯表示 这些问题仍在研究之中 从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检测的恢复期病人 就是用于我们治疗的这个血浆里面 他的每个人的这个中国抗体高低不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所采取的 就是对于轻症患者 我们输入100毫升 那么对于重症患者 我们输入200毫升 目前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天是公开招募 献血者首日 记者在位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西门的 爱心献血屋看到 大批一次性使用离心式血浆分离器刚刚运达 工作人员也正在调试刚到的设备 屋内一名戴口罩的男青年刚刚完成血浆捐献 随后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段凯表示 前期已接受22位恢复期患者的捐献 倡议书发出后不到24小时 公司热线电话未曾间断 初步统计收到约100位 有意愿捐献的恢复期患者咨询情况 甚至今天还有在住院的患者打来电话 希望能做贡献 尤其是对这个重症患者 就是能够阻止他的进一步恶化 对吧 帮助患者增强抵抗力 主要能达到这个降低 这个死亡率的这个作用 中国生物13日发布消息 已成功制备出用于新冠肺炎临床治疗的特免血浆 并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和医院合作下投入临床救治重症患者 中国生物及多位专家 当天倡议康复者捐献血浆 唯一的在输入的过程中 是要注意它的血型 血型要对 就是供血者的血型和 接受这个治疗的患者的血型 要严格对应上 这样的话就减少它的不良反应的一些发生 从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治疗的10例病人 那么10个案例上来说 没有发生一起 这个明显的不良反应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